好 各位同学 欢迎回来 跟着飞飞老师一起来看本课的文章 二三课 终于考标的是什么 本课必须背诵 因为这一课非常的经典 可能现在你体会不到它的经典之处 但是我学了这么多年 我能体会出来 有一会儿过去时 一会儿过去将来时 一会儿一般将来时 现在进行时登场 我一般过去之前的过去完成时 一般过去的被动语探 这还有一般现在时 等等等等时它的综合使用啊 等到初二 初三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一写作只会用一般现在时 因为你没有学开 那同学们 所以唯一想把它学通的办法 那其实就是repeat 把它重述下来 这一课一定要背下来啊 如果背背下来 不许学下一课 那咱们通过两遍的讲解 一遍这个 一个课文一起背 也帮助你熟悉熟悉 来看文章的第一句 诶 文章的第一句跟以前不同 我帮你挖了空 那么这一篇文章 重点就是在经典啊 把前面的时态复习复习 所以呢 你不要看你的教材 你跟着我想一想 这个动词 老说动词有时态 动词有时态 我们学时态 不是说这个句子有时态啊 其实动词会根据时间不同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你觉得哪个时态更好呢 来看第一句 我得到了一封信 从我妹妹那儿 昨天看到了yesterday 应该有一般过去时 那不规则变化have的过去时怎么写啊 had 过去分词呢 had 应该非常熟了吧 所以叫做第一句 I had sorry I had a letter from my sister yesterday 还记得一般过去是怎么翻译吗 就是一个动作在过去完全发生完了 带着乐来翻译 叫结束 我怎么翻译 叫做 我昨天啊 从我妹妹那儿 收到乐一封信 相对received 这个意思 因为has比较万能嘛 啥都可以干 好 she in 这个国家你可以猜啊 不用去记这国家了 知道一些长远的国家 就算记住你都不知道在哪儿 一起来 Nigeria 一起来 Nigeria 像那个中文 Nigeria 尼日利亚 只能这么具体 当然不说它了 原来啊 它住在尼日利亚 那么这个空就能难为死你 因为如果你要can leave的 感觉是它过去住以后不住了 如果你用will leave 感觉到将来住 过去就没住过 如果你用is living 就感觉到此时此刻住 其实不是 这个住在里面啊 比如就像菲菲老师 你们咱们都住中国 过去也住 目前也住 之后一般不出什么情况 只要不是未成年就死去 那这个都会住 所以什么呢 她讲的是一个一般的事实 动作在经常反发声 过去现在将来 所以叫做she lives in Nigeria 就出来了 其实我一般都不发言成 不要发现她此刻住在尼日利亚 也不要发现她的以前或者将来 你知道我会怎么发言吗 我会这么发言 既然你永远住 她是尼日利亚人 能明白这意思吗 或者基本就在那定居了 就这两种情况 好 接下来发现了什么故事呢 我们来看第二 她不 我收到的信吗 她是尼日利亚的人 那于是呢 在她的信中 in her letter she said 既然我收到的信都是过去时了 所以在信中说 肯定是过去说呀 she said that 她说什么呢 本来应该是she said something 她说一个东西 做sat的定语 不过现在我用that引导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 再做sat的定语 我们叫做b的从属句子 也叫间接英语 她说什么呢 she would come to England next year 明年啊 她将会去英国 那老师 为什么用w的度 应该用will不明年吗 下一年应该说 next year 为什么不用will come一般将来是 这一点已经体会好 因为她说的时候你估计的那一年 我也不知道 反而出新概念这书很早了 也可能说的那一年在信中说1977年 哇 都很早了 对吧 四季老师都没出生 那她在1977年说 她下一年会 那是哪年1978年 所以在过去的之后 我们叫过去的将来 是指1977年的将来 我们必须使用的是把will变成过去时 那一般将来就变成了过去将来 she said that she would come to England next year 千万不要乱了逻辑 那如果知道的话 那同学们 我们继续往下看 刚才第一题就分析出来了 in her life she said that 她会于第二年来英国 1978年 各位将来怎么写的 写一遍叫做 would come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看第二句 如果她来 她将得到一个吃惊 为什么一般将来时 就算是1978年的故事 这是对于做的当时之后 肯定是将来时 逆夫叫如果开头打奏号 引导一个壮语从去 圣神主为爹得到一个吃惊 get a surprise 那同学们 你发现这块该有什么事态呢 如果她来 她将会吃惊 她还没来呢 所以是不是得写 if she will come 当然有头还评比脸头 忘了这个语法了吧 逆夫叫如果 如果她来将个条件 引导条件壮语从去 主将从县 从县主将 县是什么县啊 一般现在时 if she comes she will get a surprise 她将会得到一个小惊喜 那什么惊喜呢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呀 现在住在一个美丽的新房子 那么同学们 这时候一定注意 她只是讲调 现在的情况 我能不能说历夫 你告诉我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美丽的新房子 有人可以啊 不可以 因为什么叫一般 现在是历夫 只是过去也住 现在也住 将来还住 她只是告诉你一个 现在的情况 我们现在住 所以只能表示 现在的 现在进行时 哎老师 现在进行时不得说什么 什么此时此刻呀 她正在怎么样 这个为什么也可以用现在 她不昨天也住着呢吗 那同学们 这就是现在进行时的两个基本定义 定义 表示此时此刻 动作正在进行 第二记得吗 现阶段动作正在进行 Val的现阶段 咱们讲过吧 所以叫做 We are living 去一家NG We are living now In a beautiful new house 那第二个问题 一个美丽的新房子 美丽的和新的都是熊子 都可以修饰房子 我可不可以换个位置 住在一个新的美丽的房子里呢 我觉得中文是没有问题 很OK的 你觉得可不可以呢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在讲熊子的排气 当时我说熊子排气 只是一种感觉 很多熊子修饰名词的时候 应该是那个最虚的熊子 放在左边 比较实在的熊子 放在右边 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你觉得美丽的和新的 谁比较虚 Beautiful美丽的吧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你说飞飞老长得不好看 古人都得说美丽 唐朝以胖为美啊 所以这beautiful很虚 很主观 你觉得它美 我还觉得 这有什么美啊 那么小眼睛 一点都不好看 我觉得那个挺帅 你觉得都教授漂亮 我还觉得 你就是一死同学们 但新我觉得相对客观一点 这房子新这车新 还是说这个桌子新 这个电脑新 一眼就能看出最新版本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Beautiful new house 描述的主观形容词 加客观的事实形容词 Beautiful new house 绝对不许说 a new beautiful house 习惯就好了 我们目前住在一个美丽的新房子中 in the country 是不是发生在这个国家的美丽的新房子中 我就不应该发生在这个国家 你住一新房子在这个国家有点愣 其实country确实有国家的意思 记住country当表示国家的时候 是一个c什么东西呢 可属名词 一个国家叫a country 两国家叫two countries 三国家three countries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 more than two hundred countries 当然注意 country还有第二个意思 其实它是countryside的简称 country叫国家 国家的边上他认为是乡村的意思 后来老叔老叔就把side去了 但注意当表乡村 不可属名村 当表不可属 那怎么说我住乡村啊 一般前面都要加个多的 哎 我觉得我住在乡村 I live in the country 而我的父母住在城里 my parents live in the city 所以当你看到country 前面加多 你不妨记个词词 in the country 不反映成住在这个国家 住哪个国家强调 要住这个国家 就是在乡村的意思 那这里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美丽的新房子 在乡村有 我估计只有乡村那种这么大的房子 城市那是寸土寸金 那接下来 work on it begin before my sister left 注意 这个work可不是动词啊 肯定是个名词了 如果这要动词 这有个begin 两个动词里有了 工作 什么工作呢 注意work 要表示在某上头工作 在某方面用工的话 一定要加的介词是on 我们叫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在某方面工作吧 或者致力于 这两口子正在致力于出书呢 work on the book 这些工人正在忙着修乔呢 work on the bridge 我正忙着算那道题呢 work on the problem work加on 指引就是在某上面用工呢 我们叫致力于 或者在某方面上面用工 那这里就是work on it it咱们也讲过 沸沸了一讲过 英文的代词绝对不可能带上上句 更不可能带上上上句 更不可能带上一段 只能带上一个完整的句子 一个名词 而eat肯定带单数 而且eat应该是一个中型名词 那中型名词只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房子 一个是乡下 总不能在乡下工作吧 你能把乡下改造了 所以应该是work 要明白错的代词啊 否则你就读不懂了 有些同学就老把eat翻成它 所以我都不知道eat它到底是谁 work on it 就是在这修房子 我们在这个房子工作 这件事怎么样呢 在我妹妹离开 我姐姐离开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她没有讲她姐姐当时哪年离开的 只是说呢 姐姐现在基本都住在尼尼利亚了 但是她姐离开 假如说1930年 瞎说了 那同学们 离开就是过去时了 而且工作开始 before 又在她之前 过去的之前 过去的过去 应该什么时呢 过去完成时 begin的过去是怎么写 began 过去分词呢 begun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begin began began begin began began 那同学们 所以要写成 eat high的 began begun before my sister left 在我姐姐离开之前 这工作 就是修房的工作 其实就已经开始动工了 那你只敢 是这个意思 那老师 我这就用过去时 写成 began began 行不行 may and began 行不行 你觉得行吗 有人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 你这过去 过去之前 可以 还记得吗 after before这两个词 由于after之后 before之前 这个词就决定先后顺序 所以你口语中 可以这样说 work on it began before my sister left 你要觉得你逻辑感强 work on it had begun before my sister left 两个都是可以的 如果可以的话 那同学们 我们继续往下走 来看下面了 这个房子 complete 什么意思来了 完成 五个月之前 写定应该有什么时代啊 过去时 complete 就是规则变化 所以就写 completed 就结束了吧 有时候又是我拼命念头 可以吗 大家仔细再看 你看看 你就是 我觉得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 你得有点思路 房子开头了 房子能打人吗 房子自焚 可能吗 房子变形了 房子把自己拆了 你本身房子只能 被拆 被修 被烧 被抢劫 被弃劫 所以当你就记住 东西只要放在开头 80%吧 可能被动一摊 那这是你看房子 人才完成建这个房子 房子是被完成啊 所以B completed 是它的标准公式 被动一摊 而一般过去时 被动一摊 只想把B变成过去时 Wars或者 Wars吧 遇到了房子呢 那就单数 所以应该卸成 The house was completed 5 months ago 5个月前 哎呦 这房子建的太慢了 5个月前才建好 这多豪华的房子啊 那同学们 In my letter 在我的信上 我信中说了啊 I told her 我告诉她 你看啊 作者在讲过去 当时告诉 因为信 这肯定是之前的信 我告诉她什么呢 她呀 以后来我们家 没点住 你现在搬你 你可以跟我们住一起吗 那同学们 她告诉她 都是过去时了 比如三年前的事 那时候说的话 能住 肯定也过去吧 所以我句口语叫 主过 从必过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主去 如果过去时了 从去 它肯定是过去时 这不用想 因为她说话 都97年了 你说97年 说的间接应允 她肯定是97年 说的 所以都是过去时 她当时说啊 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 现在可能都改主意了呢 所以看得过去时 应该是 could吧 she could stay with her 他们能够 她能够 跟我们住一块 那接下来 一二三 这两句话 你给我暂停一下 你来自己做做 把他们的实态写一写 不要看书 看你能写对吗 暂停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